我想健康風險跟空氣汙染是配合在一起看的 我們過去在所有空氣汙染 為什麼會有擴散模擬的模式 擴散模擬之後我們過去比較常看傳統的這些汙染物 也就是SO2、NORS、PF、OLO 這些是因為我們定有一個中華民國的環境空氣品質標準 在這個環境空氣品質標準的意義是什麼 是希望在任何時間採樣出來的 在它的時間的範圍之內都不超過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基本上定這個標準的意思是在於 因為我想這跟作業環境裡面的PL是一樣的 我就容許你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的現實底下 那今天做出來之後 如果合成 經過背景跟整個它排放的相加之後 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的 我基本上我會認可 那就像它昨天還是有一些 合成之後它會超過 我就一定要把它提出來 所以並不是說這些東西都不考量在這個風險裡面 那在風險裡面我們還是要看Background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基本上是在一個 這個風險管理上面 概念上面一個很大的一個奇異的地方 我想這樣我們在討論大家也比較清楚 我就說一個就是看看這個 我就說我們剛剛就是故意也把這些 discussion的過程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那我想可能請張老師來把這些文字看看 你要不要做一些怎麼樣調整再做 那在這個做的過程裡面我再講幾句話 就是我們剛剛開始在做這個風險